先議員王飛龍建議環保局 對於民眾傾倒或焚燒廢棄物是否放寬管制 家長 牛正 黑暗地坐著黃保局有關鍵嗎 我給他們報告 我們黃保局在關鍵 那是因為你人為被揮開 但是這東西天然 因為我們現在氣溫比較高 我們的本所會比較容易產生沼氣 可燃的氣體很多 這因為天氣溫度高 所以它會自然 那是不是人為 那是沒辦法去開鍵 如果今天是我們自己 像我們一些民眾 要說 那就不可以 講一些八成怎麼說 這個官府會放火 民眾都不可以收火就對了 不是 這也是我們政府單位放的火 當然也是開鍵 但是我給議員報告 這是因為是 尤其前我有看 我還有一個孫 是 燒燉的 那個人都在 那些燃燒 一些燃燒不燒 燃燒 燃燒 一些燃燒 燃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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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始燒燒 那都是一些倒閩 燃燒 燃燒 我們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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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要把他們開庭 政府會笑到 歐雙雙雙出家 男人都沒有教會 都沒有人 人都跟一個人說建議 想到就想到 跟我們這個議員 想到就想到 其他官員都沒有教會 來關心 甚至管長也有教會 那個時間上可能沒有遇到 以上是台東縣議會 第十八屆第七次定期會 憲政總質詢 先議員王飛龍問這內容 在要報導有劉熱文整理